大家好,我是王狗 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一個人出來 荒家野外做這種都市傳說了 還蠻懷念的 現在已經農曆七月 也就是鬼門開的時候 那我今天就是要挑戰台灣當地的習俗 叫做餓食鬼 這個都市傳說呢,很簡單 只要你在半夜12點的時候 準備碗跟筷子 不停地敲,不停地敲 就可以看到餓食鬼出現在你的面前 這個時候千萬不能停止敲碗 如果一停止的話 很有可能 被那些餓食鬼殘殺 不過都說我們等半夜12點的時候 來敲碗吧 OK,大家現在時間已經12點了 那我趕快準備來敲碗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什麼變化 我給你們看一下旁邊好了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異狀 還是我們往裡面走走看 那裡有條路耶 對,往裡面那條路走走看 看會不會遇到什麼東西 因為裡面那條路好像比較黑 這個草地好濕喔 吃到什麼東西啊 從這邊走進去 好濕喔 看看這裡面是痛的哪裡 這裡好臭喔 後面這裡是池塘 然後這裡 似乎是人家中菜的地方吧 旁邊那裡是水塘 所以我們現在先趕他出去 回到剛剛那個荒椒野外的路口 走 這裡真的好臭,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應該不會那麼臭喔 喔靠 按到手電筒 地面好多蝸牛 這 這是我做過最累的都市傳說 我也沒有感覺到什麼 這個都市傳說 似乎好像沒有 有腳步聲 看我聽我聽是喬完了 我先喬完了 我沒有聽到 看我剛剛走過來的地方看完了 不知道他們什麼東西 那我一定要閃爭 所以我現在是可不可以天使敲完 讓我們結束這個都市傳說了 真的很鬼 雖然說是蠻恐怖的 可是又很鬼 好了我幫他現在結束 各位我們後續改靈見 大家好 是我們後續改靈的時間啦 我覺得呢 其實這一次敲這個玩 整個氛圍是真的蠻可怕的 總之是我做過最忙碌的都市傳說 他們每個國家都有他們每個國家的鬼的節日 剛玩的就是屬於華人的文化 祭方就是魯婉聖節 緩內瑞拉就是舞鬼節 舞者們要帶上鬼面具 在教堂那邊跳 一路跳到教堂 像是說他們的力量比邪惡還要大 類似有祈福驅鬼節 他會像他的鈴鐺 點點點幹鬼這樣 所以不過都我覺得最酷 女巫節 我們電影會看有女巫嗎 是4月30號 法力最高強的時候 他們會打得成女巫上級遊戲 日本是在每年的7月到8月不等 孟然彭節 燒麻神 領禮他們的祖靈 連他們迷路 墨西哥有亡靈節 會為兒童亡靈買玩具和糖果 共諷 這就有點像我們中元節在普渡的感覺 反而是泰國 跟我們收拾的力鬼不一樣 泰國的鬼節是很歡樂的 大家會戴面具然後跳舞 那今天王狗小學堂 就在這邊下課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按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 我們下次見 晚安